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意大利的首位华人十九诗 叶子 2007年的冬天 一位意大利朋友请我喝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杯葡萄酒 知心还记得 那是一杯拥有稻草黄颜色的白葡萄酒 色泽剔剔透 花香富裕 挂杯渡墙 浓浓的花果香味 深深的吸引了我 从那一刻开始 我并与葡萄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 我来到了意大利著名的试酒师学院 Associazione Italiana Somalia 进行系统的学习 这期间感谢我葡萄酒生涯中的两位自由 Luca Saras先生和他的父亲 Johnny Saras先生 他们为我打开了葡萄酒世界的大门 同时也给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他们将酒庄中成百上千的葡萄酒 打开一一让我品尝 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品界 这为我以后的葡萄酒品界之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福大酒并非一定要年份酒 度数高 等级高 或者是土底深 真正的好酒 它是需要上天的恩赐 大地的无师 人们的心情付出 和时光打磨 方可得到 在我的眼里 不到久它是有生命的个体 从它被音变成久 Tucky的那一刻开始 它变像婴儿一样 在瓶子中慢慢成长 直到它被启评 它的生命被接受 被赞美 被欣赏 如果你打开一瓶酒 比如你今天打开一瓶酒 那么它的味道 一定是于你明天 后天又或者是一年以后 打开的会完全不一样 不但久的生命特殊 它总是能挥起 人们的好奇心 去探紧它的情绪金属 如果你爱不高酒 就伴随它慢慢成长吧 大家好 我是姚热在瓶酒 庄园中的叶子 咱们的好奇心 也不咱们的好奇心 就像不一样 咱们的好奇心 我们想要想要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刀工 挡脚